看尾部拍的星空图 是不是觉得宇宙太大 人类太小 其实宇宙从来不只存于星空之上 看看周围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身体 我们产生意识的神经脉冲 归根结底也都诞生于宇宙星辰 而太阳系最重的那些元素 金 薄 鱿和各种稀土元素 则需要宇宙中最厉害的炼金术石 中子星来锻造 这期视频你会了解到 作为物质和引力的最终战场 中子星有多神奇 以及科学家是怎么发现一场 一千光年外的中子星碰撞 为太阳系锻造出重元素 并驱动着地球生命最重要的循环 或许正如中西方古代炼金术石 所追求的那样 炼金术的终极奥移 从来都不是黄金 而是生命 龙夫小姐都知道 宇宙中所有的元素 都是由带正点的质子 带负电的电子 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 所以大家熟悉的物质 比如呼吸的氧气 挖地的铁出头 里面都有质子存在 那请问你能想象出一个 没有质子的物质 长什么样吗 宇宙中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天体 它非常小 直径只有几公里 因为只要再大一点 就会坍缩成黑洞 它表面是一层铁皮 内部则几乎完全由中子构成 这些中子密密麻麻排在一起 其密度跟原子核一样 大到离谱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个天体 就是一颗巨型原子核 这就导致它非常非常重 一个球能挺三个太阳 你用吃饭的勺子挖一勺 相当于把一座喜马拉雅山 举在手上 这就是中子星 无以伦比的引力 宇宙中最圆的天体 几公里直径的中子星 是有几个太阳那么大的恒星 坍缩而来 因为角动量守恒 恒星在坍缩过程中 直径剧烈变小 所以旋转的速度 就会超级加倍 它们都是平均一秒 转好几圈的超级芭蕾舞演员 目前发现最快的中子星 每秒能转716圈 表面速度达到光速的15% 头都转晕了 物理学家现在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快的速度 它还没散架 这种高速旋转 还会让中子星产生很强的磁场 地球磁场还可以吧 0.0003特斯拉 太阳是0.001特 中子星1亿特打底 如此强大的磁场 再加上飞速旋转 小学一年纪都知道 根据电磁感应原理 中子星两端 就变成两个巨大的 带电粒子加速器 电子和质子 都会从两端喷射出来 产生巨大的脉冲 如果这个脉冲旋转的路径 一不小心扫在地球 我们就能观察到 脉冲信号 这样的中子星 就被人类叫做脉冲信 1967年 人类第一次观察到脉冲信号的时候 还以为是外星人在发信号 大家听一下 当时听到的人都吓傻了 赶紧把旁边的人嘴捂住 不要回答 开个玩笑 人类总是这么自以为是 那么716赫兹的 最快转速中子星 我们还没有观察到 也可以听一下第二名 每秒转642次的信号 中子星的脉冲信号非常稳定 很多精度甚至超过原子中 科学家甚至认为 以后我们进行星际航行的时候 就可以用脉冲信来定位 美国发射的那个旅行者号 不是都冲到太阳系边缘了吗 戴在金盘上就刻了脉冲信的信息 希望外星人发现之后 定位地球的位置可以方便一点 也不知道现在去追下来不来得及 综上所述 脉冲信也有一个外号 叫宇宙灯塔 还有的中子星磁场特别强 不是1亿特了 达到10亿特以上 它们被称为磁星 宏观上我已经很难跟你们形容了 这么说吧 如果冥王星的位置有一颗磁星 那么地球上所有的银行卡都会被削死 你的磁力链接都练不上心爱的电影了 万磁王的剧情都要改 这么强的磁场 当然会搅动星际物质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所以磁星表面也会受到星际物质的力 慢慢的磁星顶不住了 光滑表面会产生裂痕 最后通过表面的位移 去释放能量 这个过程叫星陣 这时候有动物小姐肯定会问 地球上的地震 是不是地球的星陣呢 也可以这么理解 2004年 我们观察到一颗磁星的星陣 在十分之一秒内 释放了太阳燃烧15万年的能量 恒星通过核聚变释放能量 发出耀眼的光 未养宇宙万物 但当所有元素都被聚变成铁 年迈的恒星无法再被炸出一丁点乳汁后 能量与引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某一时刻 冰死恒星的铁核将以25%的光速 急速坠落 落到极点 巨大的势能又让铁核表面的物质 被反弹 喷射而出 就是可以点亮整个星系的恒星葬礼 超新星爆发 之前视频我们提过恒星变黑洞的情况 也就剩下铁核的质量 如果超过三个太阳 达到奥本海默极限 它将探索成一个黑洞 那如果没有那么重呢 铁核就会变成中子星 在这里 你将看到物质在面对巨大盈利诱惑 凝望深渊时 最后的倔强 在光速那一期 我们讲过 原子核非常小 原子体积主要是由周围电子产生的 而中子星遭受的强大盈利 甚至会把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 摁进盒里 没上过学的农夫小姐都知道 如果我们把带负电的电子 摁进带正电的质子 而形成的新物质 是不是就不带电了 是不是就变成中子了 早期科学家就是这么想的 但实际观测到的情况 要更复杂一点 还会同时出现一个中微子 具体过程如下 中微子是什么 中指的是它不带电 微指的是它质量非常小 不到电子质量的百万分之一 甚至以前大家都认为它没有质量 以至于第一个发现 其实有质量的人 拿了2015年诺败奖 中微子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完全符合人类对暗物质定义的东西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宇宙中的暗物质是不是它罢了 总而言之 当盈利把电子全部摁进质子里 创造出中子 释放出中微子 而中微子又因为质量太小 速度接近光速纷纷逃跑 最后只剩下大量密密麻麻 逃不出来的中子 把它们挤在一起 变成了中子星 那么是什么力量 在阻止中子星保持内心的亲民 没有进一步堕落 探索成黑洞呢 来自于量子力学的底层逻辑 泡力不相容远 也就是说中子这样的费米子 跟光子这样的玻色子不同 相同的费米子 不能处在相同的量子态 也就是说你中子星内部再挤 而相同的中子 也不能处在相同的位置 这叫中子减并压力 帮助中子星扛住 相当于三个太阳质量的引力 那么问题又来了 在如此高 甚至接近黑洞级的压力下 中子星体内的中子 会不会被压坏呢 这是一个科学家 无法回答的问题 有人认为没事 有人认为 强大的引力 会让组成中子的夸克 改变它的位 变成奇夸克 形成宇宙中最危险 也是最奇异的物质 奇异物质 只需要一点 就能毁灭地球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给点反应 我们可以把这个坑 加进宇宙学系列里面 下次再讲 宇宙创造新元素 需要使用恒星锻造炉 但恒星最多只能锻造出铁 如何继续制造 比铁更重的那些 富含中子的元素 造物制神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这一直是天文学界的重大谜题 根据中子捕获理论 这需要用大量中子 去轰击原子核 这样中子才会越来越多 元素也越来越重 问题是 哪来这么大能量 把中子往原子核里按呢 很长一段时间 天文学家都认为 那是超新星爆发的结果 但越观测数据越不对 而且似乎超新星爆发 很难产生像金这么重的元素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说法吧 说金子比钻石还珍贵 因为地球不能自己创造 得超新星爆发才可以做到的 现在更新的理论又出来了 至少地球上的金子 都不是超新星爆发来的 而且像金这种重元素 质子是79 中子是118 中子比质子多多了 还有那些超重元素 比如幼 这种元素周期表最后一排的危险放射性元素 一个比一个中子多 它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答案还跟引力波有关 我先教大家测引力波 你在相隔4公里的两处地方 放两块镜子 用激光随时随地测距离 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 引力会扭曲时空 所以当引力波通过地球的时候 你测到的镜子距离就会产生变化嘛 但这样只能测一个方向的引力波 怎么办 很简单 只要再加两个镜子 乘90度放置测量次 这样引力波就像被分解到X轴和Y轴上一样 任何方向的强度都能测出来 乍一听测引力波 你是不是觉得超级神奇 没想到是这样测出来的吧 其实难的还是测量精度 除太阳外 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比零星 有4.2光年 实验相当于去测量 从地球到比零星的距离 相当于多少根头发的宽度 误差必须精确到一根 这样测出来的镜子的距离变化 就是我们所说的引力波了 那么这跟制造重元素又有什么关系呢 2017年 天文学家观测到两颗中子星撞击产生的引力波 同时观测到这次合并产生的光 这波不禁验证了I子弹相对论 验证了引力波传播的速度是光速 而且让我们可以通过光谱分析 中子星合并产生元素的比例 结果表明 它跟我们太阳系最重的那些元素的比例一致 2019年一篇论文进一步推算 太阳系重元素很可能都产生于 太阳系形成一年之前 一千光连之外的一次中子星合并 那次剧烈撞击 让中子星泡洒出一团团中子 它们乘着中微子的风 变成由几个地球质量那么多的金和薄 以及其他重元素 一起向几百上千光连外的宇宙进发 等到把最后一点精华都泡射完 那两颗中子星就相拥堕入深渊 再也无法回头 你所谓的岁月静好 穿金带银 背后都是中子星在负重前行 懂不懂啊 那个时候太阳系还是一团星云 就像尾部拍的全体座星云里那样 乘风而来的重元素 则给它凑齐了元素周期表上最后一部分 也许你会觉得宇宙很大 黑洞很远 但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物质 都来自黑洞边缘 包括你体内都有微量黄金 它们都是来自宇宙深处的 盔子 超重元素有什么意义 黄金是贵金属 那很多所谓的稀土元素 也都是中子星撞击的产物 对现在科技啊芯片产业有多重要 自不必多说 我想说的是2018年的一篇研究 我们都知道 在地球上对生命最重要的循环 叫碳循环 我们都是碳基生物 地球板块运动 会把碳以碳酸盐的形式 从海洋深处推入地球内部 然后会通过火山排放出来 维持大气和海洋中碳的稳定 支撑生态圈的运转 让碳不至于太多 地球变成炙热的地域 让碳不至于太少 植物无法光合作用 一片贫瘠 而这篇论文则发现 地球板块运动所需要的能量 是由地球内部右土降的放射性元素提供的 是它们的能量 维持住了地球内部的温度 让地壳得以在岩浆之上 迸发出勃勃神迹 又根据中子星合并的研究 右土降的超重放射性元素 全部都来自于太阳系形成 一亿年之前的那次 中子星合并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们都是星辰 我们通过碳构成身体的基础 通过养活的运行的动力 通过钙铁星等元素 完成化学反应 最终实现复杂的生命功能 甚至这一切 还都必须依赖于右这样的重元素 给地球打造的生命平台 所以卡尔的话 并不是一个比喻 而是一个事实 当我们仰望浩瀚无影的星空时 不要觉得那是遥远的彼岸 完全不是 它是现在 是过去 我们是宇宙联金术 在当前时空下的终极产物 我们是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